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年度最佳女选手舒荣 张伟丽在今年11月份结束的UFC281期联合主赛上 张伟丽凭借碾压之事 在第二回合成功裸脚时任冠军卡拉埃斯帕扎 时隔567天 终于将这条金腰带重新系回了自己的腰间 成为第三位重夺女子草量级冠军头衔的选手 三年从那场家门口的夺冠开始 张伟丽就一直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包括顶住赛前的流言蜚语 与前冠军乔安娜死磕五个回合 打出史诗级一战 之后张伟丽在UFC261期 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次冠军卫冕战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仅仅一回合 在电光火石之间 张伟丽突遭挑战者 玫瑰罗斯比纳马尤纳斯的冷腿KO 不仅78秒痛失筋腰带 那种分秒之间的溃败感 让张伟丽眼中流露出的 更多是不甘和无奈 六个月后 当张伟丽从卫冕者变成了挑战者 重新挑战这条曾经属于自己的冠军腰带时 却依然以分歧判定 输掉了与玫瑰罗斯的二番战 但这一次 张伟丽输得心平气和面带笑容 大度地为对手的胜利鼓掌庆贺 自此之后 一切归零的张伟丽选择轻装上阵 开始屏蔽外界的干扰 带着团队背井离乡 拜访全球多家拳馆 开启长达一年的备战训练 今年六月份 与老对手乔安娜的二番战中 功力大长的张伟丽以一招漂亮的转身边权 在比赛第二回合KO了乔安娜 再次成功地拿到冠军挑战权 从低谷中逆势崛起 张伟丽将失利变成蓄力 不断拼搏 不断震慎过去的自己 最终成就最好的自己 青海卫视龙斗预告 UFC终极格斗冠军赛 2022年12月23日22点半 本期青海卫视龙斗之UFC 带来UFC格斗之夜的比赛 届时莫里斯比格林 将在重量级对阵马克思比罗德里格比利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